為什麼這麼確定自己會喜歡女生? 純粹一直以來都是對男生沒有感覺 對上幾次拍拖都是女生 如果現在Lisa 她想你做她的女朋友 那你會不會答應呢? 沒有可能的 你喜歡她 不會很想和你拖一下小孩 爸爸也有人叫他 最重要就是互相尊重所有人 互相包容 不要戴有色眼鏡 而且最重要就是我要去你餐廳吃飯 喂呀 她不給你 哈哈哈哈 不准了 馬上回答 我是CS實驗室的Bow仔 在今天街訪之前 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新主持 大家好 我是CS實驗室的新主持Ashley 今天是我拍的第一條影片 請大家多多指教 太好了 今天第一條影片的主題是關於什麼 到底我們有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勝取向呢? 嗯 有些人說勝取向這件事 是每人都是雙性戀 到底你又認不認同呢? 你有沒有對過同性有過任何的幻想啊? 我們馬上出發 問一下吧 Let's go 你們有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勝取向嗎? 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從來都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勝取向 那麼確定? 肯定沒有 也有的 不過我是喜歡女人的 但是有懷疑過的 也會有的 你每個人都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噢 騙得不是的 剛剛有的受訪者說 沒有的 一定沒有 我騙人啊 怎麼會沒有的 對呀 騙人啊 怎麼會沒有啊 一定會的 我覺得會的 那我想問兩位的勝取向是什麼 男性 大隻佬 帥仔 哦 OK 很特定 很特定 你的勝取向是男性? 對 兩個都是男性 對 我懷疑我喜歡女生 噢 為什麼? 因為 很久都沒有拍拖 很久都沒有拍拖 又喜歡跟女生玩 跟朋友出街的時候 一直在看著女生 你們是以欣賞的目光 去看著那些女生 是嗎? 我是拜的 噢 即100%自己是拜的 懷疑是零的懷疑 零 我從小到大都覺得 男生女生都OK 異性戀 喜歡女生的 為什麼這麼確定自己會喜歡女生? 對 純粹一直以來都是對男生沒有這樣過 對上幾次拍拖都是女生 那你們兩位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呢? 每個人都是雙性戀 只不過是比率的問題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那你會不會有一刻想過自己可能是 95%二性戀 5%同性戀 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呢? 可能有機會的 但是沒有發生過在自己身上 那也有可能是雙性戀 但是只是沒有人觸發你這個潛能出來的 可以這樣說嗎? 可以 可以 你也可以 我想我是40%女生 即60%男生 哦 那也挺平衡的 也挺多的 那有沒有試過喜歡了 或者對一個同性有好感呢? 有 我小學的時候已經有喜歡過女生 那你那時候有沒有喜歡過男生? 也有 也是一樣這麼心動 我也想和她拖一下小孩子 哦 哦 哦 這麼小已經懂得追求女生 這個大了 一定必能成大戲 有沒有喜歡過同性的明星呢? 不平的 Lisa 如果現在Lisa 她想你做她女朋友 那你會不會答應呢?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喜歡她 會很興奮 你是怎樣興奮? 什麼類型的興奮? 因為我很喜歡她 那她跟她說嗨我也很開心 嗯 那你覺得男跟女有什麼分別呢? 身體構造不同 哦 即是純粹身體構造的不同 情感上、心靈上是一樣的 你覺得性別在一段關係中 是否重要呢? 不重要 通常都是那種感覺 不是說你自己會知道你是喜歡女生 哦 即是如果你有個人令你心動了 那就是那個人不理是什麼性別 哦 非常之好 那你身邊有沒有朋友是 本身跟男生拍拖 然後變成了女生? 有有有 我自己開餐廳的 是 那我有個同事 他是女同女的 那有時候我們都會聊 你有沒有試過做些對不起你女朋友的事 即是我的同事 他就喜歡了另一個女生 接著他的女朋友就喜歡了一個男生 那到最後呢 為什麼會一起回來呢? 就是因為他跟男生一起的時候 到最後覺得都是不舒服 那即是他們到性別都很開放的態度 都是啊 但是你經過了小學的一個女生之後 還有沒有其他的女生令你心動過呢? 有啊 我有喜歡一個中學的女生 喜歡了很久 是有小學喜歡到中學 那時候 很詳情啊 是怎樣的? 她是很小小的 很QQ的女生 漂亮的 QQ和漂亮你都喜歡的? 是 那最後為什麼失敗了? 沒有啊 她喜歡男生的 為什麼不再主動出擊呢? 因為你是不是會害怕 這個世代不是太接受這件事 所以你才不主動出擊呢? 難開口 但是我覺得 現在 每個人都能接受到的 但是 接受到還能接受到 但是未必說 可能真的會跟你發展關係 見到一個 長得很英俊的女生 都是會對她有好感的 但是知道她的女生之後 是不會想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不會歧視她們這樣做 但是自己接受不到 現在這個社會 對於同性戀的接受度大了 因為性向這件事 我又不會說是對還是錯的 只要自己喜歡就行了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就行了 我都尊重每一個人 嗯 就是每一個人的性取向 或者她選擇的伴侶 我覺得是個人的喜好 就是不要影響到有人就可以了 嗯 絕對是 絕對是 我覺得大家互相尊重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用一個有色眼鏡去看人 我覺得OK 就是等於別人反過來會尊重你一樣 就是在我們眼中 其實男女男男女女其實無分別 最重要就是互相尊重所有人 互相包容 不要戴有色眼鏡 還有呢 最重要就是我要去你餐廳吃飯 喂呀她不吃 哈哈哈哈 街坊就做完了 今天都問了很多受訪者 原來她們都是雙性戀的 不過她們就覺得 在香港這個比較保守的地方 其實她們都不敢 但將自己是雙性戀這件事告訴大家 其實我覺得在一段感情裡面 性戀是不重要的 只要你真心喜歡對方就可以了 是啊 原來我們身邊有這麼多人 都是雙性戀的 只不過是我們沒有發現 嗯 我也是雙性戀的 其實我也是 我也是 哈哈哈哈 我喜歡女生多個男生 她一定控制我 她一定控制我 %其實應該是90比 那死了 那死了 沒有男生會找你的 死了 第一次發街房 有點緊張 但就請大家多多包含 她很緊張 對 很緊張 大家親住她 很抱怨她 很抱怨她 那不要緊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CLS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我愛你 這裡 你檢評一下我們衛生主持 她是第一次的少女學位 對 今天第一次做街房 頭髮顏色很深 是嗎 對 可能認識了很久才知道 原來你是男生 原來你是女生 也有這些可能性 有樣子看的 未必的 我也是 未必的 泰國的也沒有樣子看 我也看你的樣子也是女生 我有的 其實我有的 又說你知道嗎 他一直都跟你說 還要有的 這些是男生 啊 很快 自己說時 男生 學生 男生 女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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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生 女生 女生